各位参委大家好 德国的博物馆又被盗了 简直不可思议 这一次是在Hildersheim的一家博物馆被盗 前不久咱们刚刚做节目来谈了一下 科隆远东的博物馆被盗 当时大家已经觉得不可思议了 因为那是一年里其实光顾了第三次 可见那些盗匪已经是对他非常熟悉 非常了解了 那么第三次的时候带走了酒剑 酒剑瓷器宫廷瓷器 我们当时一起做节目来看了 是哪酒剑瓷器 包括市场价格是多少钱 但是当时是有保安的 而且保安还看到了这个盗匪 保安能描述出这个盗匪的年龄 发型背着包戴着帽子 都能描述出来 他起码还有保安 这一次在这个Hildersheim的博物馆 那么中文名字呢 应该叫罗埃默和佩利·脆伊斯博物馆 那么这家博物馆呢 我之前在节目里曾经跟大家介绍过 这家博物馆在我的描述中是 它基本是一家被人遗忘的博物馆 尤其是中间的很多顶级的中国这些瓷器 我估计应该不大为人所知 就这家博物馆我去看的时候 是除了找厕所找错路进去 是绝对没有人看的 我在那个中国展厅里就一个人也没有 在那待了大概有四个小时 那么但是盗匪并不是这样 盗匪好像还挺专业的 他盯上了这家博物馆 那么知道这家博物馆可能在安保方面有各种问题 那么中间拿走了三件物品 大家可以看到德国的媒体第一时间报道了 但是德国媒体报道呢 我感觉好像更多的像是征求这个社会的帮助啊 大家能够提供更多的线索啊 那么呃 他的报道是这样的 也就是警方呢知道Hiddleston的这家博物馆被盗 那么中间的一对竹台 一对竹台和一个家境的青花罐子呢 被偷了啊 这个小偷呢 应该是从这个一楼一楼在博物馆背面的窗户啊 进入了这个博物馆 那么呃 发生的时间呢 是10月29号到10月30号 10月29号呢 晚上8点钟以后到10月30号早上7点钟 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呃 出现的这种盗窃的这个事件 也就是说他们好像根本没有办法具体的确定是在哪个时间段啊 具体是什么时候呃 盗匪进来 拖到了多少时间呃 等等一一切信息他们都不知道啊 那么呃 搞笑的是在星期一的时候 呃 那么因为警方知道这博物馆被盗嘛 但是呢 这博物馆方面居然说是看起来好像没有东西被丢嘛 对吧 啊 所以这个警方就定义为这可能是一次失败的入室盗截 啊 就是没有成功未遂的盗窃案 但是到了星期四的时候 哎 这博物馆发现不对啊 这个警方得到了这个消息丢东西了 好 大事不好 丢什么 丢一对唐英的乾隆时期的这个竹台啊 还有呢一个嘉靖的这个青花的罐子丢了啊 啊 那么呃 所以大家觉得能想象吗 呃 居然是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反应之迟钝呢 也包括呃 警方对这个事情的这个重视程度啊 我我我觉得都让大家很错愕啊 这种事情照理应该一个博物馆是去偷他应该是难度是最高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里面放的是那些最宝贵的东西 对不对 怎么会是处于一种这样好像随意进出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这其实也是反映出德国博物馆的这个整个呃管理系统的问题 不是说局限于一家博物馆 而是德国的整体的博物馆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也有这种感觉哈 就是下一家博物馆到底是哪家 呃 会不会是汉堡的这个公衣美术博物馆呢 或者说是呃 柏林的这个这个呃 东亚艺术博物馆呢 啊 那么呃 这期节目呢 咱们就来聊一下 就是被盗的这些物品是什么啊 呃 也包括当时我去参观这家博物馆当时看到的这个场景 那么这家博物馆呢 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啊 我是在很多年以前去一个跳到市场 也没有什么可买的 就转一转吧 周末 然后呢 呃 没有可买的 咱们就翻翻旧书吧 然后就翻到这样一本图录 那么这本图录呢 印制于1981年 所以这本图录也已经很老了 对不对 呃 当时也想博物馆可能未必会消失 对不对 所以咱们就哎 去看一看 因为中间毕竟当时那图录都是黑白照片啊 咱们也看不清楚什么 那么呢 咱们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看到这么一家博物馆在里面 确实有这么多的宫廷的呃 中国的瓷器在里面啊 路份还相当不错啊 我觉得呃 我觉得对于如果住了近的这个藏友的话 不妨去看一看啊 那么呃 中间有很多的青花 有很多单色 又有很多的这个呃 各种类型的这个宫廷的瓷器啊 柔阵粉彩啊 包括狼腰红啊等等啊 都有 那么呃 而且啊 没什么人 这家博物馆几乎没人 就是您去 您会感觉您是VIP的客人 人家帮您清场了 您就在那一个一个的慢慢的看吧 啊 但是呃 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失窃 呃 当时我的这个小伙伴还跟我说 哎呀 你要觉得这家博物馆好像有点经营不下去的话 是不是可以寻寻价 呃 有的时候有些博物馆会卖东西的啊 当时我听到这个说法 还是觉得好像小伙伴跟我开个玩笑 对不对 但没想到居然是发生了失窃事件 哎呀 这确实是很意外啊 所以当时呢 拍了这些照片 那这些照片呢 呃 我觉得变得还蛮珍贵了啊 因为因为咱们这个照片是拍的非常仔细 非常精细的 以后可能大家也看不见这个物品了 那么被盗的这两件物品呢 一个呢 是呃 唐英的有明确纪念款的一对竹台啊 这是相当的好 那么此外呢 是一个家境的一个青花的一罐子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家境的青花的罐 家境的这个青花的罐呢 其实呢 并不是有很高的价值的物品啊 它的路份并不是很高 因为它不是名品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青花的一个罐子嘛 对吧 那么这个罐子呢 呃 它断了头了 它如果不断头的话呢 今天在中国大陆的市场价大概三四百万人民币左右 它断头了呢 估摸着大概也就是一百万人民币了 那么从这个其实一方面啊 我们也能看出那些盗匪应该背后没有非常专业的这个技术支持啊 也就是说可能背后不是这个华人就是中国人的这个提供给他们的这个意见 呃 他们可能是进了博物馆之后 呃 估摸着什么大啊 拿什么 他们是不是看这个罐这个样子啊 看着似乎有点像托布卡比皇宫啊 就是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比皇宫里那些金花那些罐子 照着那个想象 然后去拿的 那么这个罐子呢 它并不是名品啊 所以这个罐子呢 其实意思并不是很大 他们如果说不拿这个罐子 拿别的一些小件的话 我相信他们可能能够呃拿的这个价值会高的多的多啊 呃 所以这一方面也提供一个线索 也就是他们的可能背后不是这个专业的 或者说是中国人在给他们呃提供这个意见 他们有可能还真就是自己进这个博物馆之后 知道中国东西之前什么大拿什么什么成队拿什么 然后最终呢 他们拿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罐子啊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这个这一对主台 那么这样的主台呢 这个路份就非常高了 它其实是少数唐英时期烧制的这样的这个佛前五共啊 那么中间的两个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单独这一对主台 就这样一对了啊 它是五个物品中间的两个 此外还有花姑一对 主台一对 就是我们看到这一对 香如一枝 那么这样五个呢 它都会有像下面相同的这个名文啊 那么像这样的五个的 就今天能够存世成套的呢 在一个地方出现呢 还没有看到啊 一般都散落在世界的各大博物馆里面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物品呢 因为它下面啊 它下面这个款呢 有明确的这个用途 供奉的佛 包括烧制的时间 是地点 那么像这样的物品呢 对于研究唐英的这个 烧制的瓷器而言 它就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食物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一物品啊 在下面啊 开光的地方啊 它的名文写着 养星殿总监造清命都里江西 陶正监管江南淮宿海三关京 积济江西九江湖口大姑堂等官税科 内务府庆丝原外郎总佐领家五级 沈阳唐英尽至五共全分出现 东芝门外坝北长殿村二道街东口 观音大士殿前永远供奉 大清乾隆五年十月硕日 那么像这样的这个烧台呢 它其实我们还看到比如说在英国维多利亚的博物馆呢 或者在上海博物馆呢 或者在之前的这个苏福比啊 拍卖啊 中间也出现过这样 那么他呢 这个风格呢 差差不多 但是呢 所供奉的佛烧照的年代呢 可能会稍有不同 比如说香港苏福比1989年曾经330万港币 其实卖掉为之啊 这样的一个物品 那么他下面呢 写的呢 是一样也是沈阳唐英尽至 然后呢 是地藏王菩萨殿前永远供奉 我们看到上海博物馆呢 也有这样的这个物品 那么他写的呢 是天仙圣母殿前永远供奉 那么大清乾隆五年十月硕日 那么也就是说像这样的物品啊 它有具体的这个目的 它知道这个东西呢 是为什么烧造 然后呢 会放在什么样的这个地方 那么这样的物品啊 其实今天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 如果大家看见的话 还是可以把他们给认出来 就是啊 原来这几个应该是一套啊 这个情况 那么像这样的这物品呢 大概可以拍卖多少钱呢 其实这个价格呢 还确实是很贵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2015年的苏福比啊 香港的苏福比 那曾经看到有这样的这一对 这样的猪台 但是呢 这一对猪台呢 呃 当时的估价是800到1200万港币 但是应该说这一对猪台呢 应该是没有 没有成交啊 当时 那么此外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在这里2007年的香港啊 4月8号 那么这一场拍卖呢 中间的第508号啊 最终落锤价呢 是呃 1152万港币 那么这个呢 是呃 一个花菇 那么它上面也有明确的这个名文啊 呃 描述了它的用途 那么苏福比卖的这只花菇呢 呃 后来出现在了北京矿石啊 北京矿石的拍卖呢 最终成交价格是4370万人民币 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这样一对 这样一对呢 他应该说是应该说品项是有问题的啊 呃 但是呢 能够有这样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成对出现呢 确实也很了不起 我觉得呃 当年能够去征集到 能够收到这样的物品啊 非常的不容易 呃 这样的物品呢 我们当时去呃 看见了 也拍了照片啊 没有想到这个照片啊 呃 这样高清的照片 可能是在市面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可能是呃 大家最后能够看到的这个照片了啊 那么像这样的物品呢 当时是这样一个保存的状态 那么其实 当时和他一起展出的其他的物品呢 其实也有很多啊 啊 那么呃 并不是说是他就是全厂最贵的啊 并不是这种情况 那么呃 这里呢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呃 其他的一些物品啊 其实这个价值啊 这个路份啊 也非常非常的这个高啊 我觉得这个博物馆啊 应该要尽量的保护好这些物品啊 他们我发现他们自己恐怕也不太清楚 就是呃 哪些物品呢是高路份哪些物品低路份 甚至于说东西被偷了之后 还要很多天才反应过来 自己到底少了什么啊 那这个确实是有点呃 有点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那么他这个博物馆里其他的一些物品呢 其实路份也非常高啊 呃 这个盗匪呢 可能嗯 不了解啊 那他也许也看到了其他的一些比较大的一些物品 比如说我们这里看到的一些青花的报月瓶啊 也非常好 又里红啊 呃 也包括像这样的这个 应该是乾隆时期的这样的青花花卉文的双龙尊啊 等等 呃 那么其实呢 这中间最贵的啊 我们看到比如说这里啊 这里有几个这个高足碗啊 那么这高足碗中间有一只 就是大家看到这一只 明宣德 玉制青花 永平安宋 高足碗 那么这种高足碗 他能卖多少钱呢 那么这个高足碗呢 大家可以看到啊 五千五百万啊 这个价格 那么呃 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 这个这个物品啊 呃 他其实的路份非常高 他不是说以他的这个尺寸啊 来界定啊 呃 而是以他这个物品的这个路份 那么呃 我并不是说在这里这个指导呃 所谓的这个盗匪 就是告诉他们什么东西贵 应该拿什么 而是说这个博物馆啊 你们应该要知道这些东西 哪些东西路份是高 哪些路份东西是低 呃 你们要对他们有相应的这个重视程度啊 也不是说这个东西说 便宜的好像小偷就可以偷我 并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他们要知道这个中国管理的这些东西的这个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呃 他们应该稍微呃重视一些啊 不能说这个博物馆被盗了之后 要翻到第二天早上有人来上班才发现好像这博物馆有人入侵了啊 博物馆一家又一家这样的被盗 呃 被盗完了之后 他们这个反应啊 这个科隆的这个科隆的这个博物馆之前曾经被盗过 然后拿木板啊 直接就把这个当时啊 盗匪进来的这个入口啊 就就暂时这么给给给处理了一下啊 那么像这一家博物馆呢 盗窃完了之后 呃都不知道自己丢了什么 过了三四天之后才反应过来啊 那怎么办呢 那就警方立案 然后呢 收集一下线索 我也不知道他下一步想怎么样啊 这样的这个媒体啊 留一个电话号码 希望大家打电话 那么他现在呢 这博物馆里还有这么多的重器 是不是应该引起他们的重视呢 他们知道这些东西其实不是像他们想的这样 他们可能自己还不清楚这些东西值多少钱 对不对 啊 所以呢 这个节目呢 呃 我觉得呃 放送出去 那么让更多的这个藏友可以了解这个情况 也了解这些中国古代的顶级的艺术品 在海外的客观的一个生存现状啊 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 那么这期节目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啊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